大家平安 今天是信仰的进度 进到马太福音的最后一小段落 28章的16到20节 我们先一起来祷告 主上帝我们感谢你赏赐你宝贵话语 恳求圣灵动工开我们的心 耳朵眼睛 能够真实来领受你的话语 照你的旨意来行 向你先让祈求祷告 是奉主耶稣基督名求 阿们 好我们就来看16到20节的经文 第16节 11个门徒往加利利去 到了耶稣约定的山上 他们见了耶稣就拜他 然而还有人疑惑 耶稣进前来对他们说 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 所以你们要去 使万民做我的门徒 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 凡我所吩咐你们的 都教训他们遵守 我就常与你们同在 直到世界的末了 就在马太福音的最后 真的有11个门徒 我还知道我还记得为什么 因为犹大出卖主之后 他出去吊死了 然后这个时候 后来地补的马太亚还会被选出来 所以当时就是11个使徒 他们一起到了玉地的山上去 而且这些门徒 见了耶稣就拜他 然而 然而什么 和本用字 比较古典 当然有意思 然而还有人疑惑 疑惑就是犹豫啊 周畜啊 迟疑啊 有人亲眼见了耶稣 还在疑惑 我们或许说 这有什么好疑惑 但是我们真的见了 会相信吗 或许 其实 主耶稣复活的身体 跟他原来在 世界上 受死之前 没有完全一样 甚至连 摩达阿玛利亚面对面看见耶稣 他也不知道耶稣是谁 所以我们 不要因为我们性能 所以就指责别人说 怎么会相信 但是 第18节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 接下去18节到20节经文是我们非常熟悉 就是被称为大使命的经段是吧 就是在还有人疑惑的时候 有人来拜耶稣的时候 耶稣来到他们面前对他们说 所以 这里 有 透过耶稣所说的那种 其实传递出一件事情 是的 耶稣是人子 但是耶稣更是神子啊 他有掌管万有全民 他死了复活之后 他就来吩咐 天上地下所有的全民 都赐给我了 是赐给耶稣基督 所以 我们就要去使万民做 耶稣基督的门徒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去了吗 我们有没有开始真的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啊 不是说 开始去使别人听到耶稣爱你 然后又来信耶稣 但是 还没有成为跟随主的人啊 我们还需要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 做门徒这么简单吗 只是听到福音吗 好像不止这样 好像不止这样 我们现在很 现在非常流行要有门训门训门徒训练 最少也要包括什么 让人 能够听到福音 接受福音 相信基督 还要 训练教导啊 门徒训练嘛 不管是我们的生命 我们要真的能够认识神 要活出基督徒的样子 就是基督的门徒要跟随主啊 好 然后 耶稣基督吩咐我们的 都教训他们遵守 所以 耶稣基督教导我们有没有先学会 学明白 学清楚了 还是这样听听听 还是听我想听的 做我想做的 凡 耶稣所吩咐的就是圣经上的话语啊 我们要一起来努力呀 都教训他们遵守就是 不要用挑的 不要只挑 嗯 吸引人的好听的 然后只会说平安 然后来信耶稣有福气 要讲的完整啊 我们要学的完整啊 需要 均衡的来领受 就像我们会告诉小朋友不能偏识 但是我们会被自己偏识 我们读圣经都读我们喜欢的 哇有造就有帮助 甚至往什么成功成全方向去了 不行耶 都来遵守啊 都教训他们遵守 所以我们要先听 来遵行 也告诉他们 然后耶稣 还继续说 就是我就常与我们同在 直到世界的末了 真的吗 好希望主与我们同在 我相信应该是这样的没错 但是 我们是 如何 期待 耶稣与我们同在 我就常与我们同在 若我们愿意照 耶稣所说的 来行 也 转阳福音 主要我们同在直到世界末了 其实世界原来是世代 末了就是终结 所以 直到这世代终结 我们抱着怎样的 心来期待 主在灵呢 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上帝帮助我们 帮助我们再次回到你面前 或许很多时候我们还 像看见了耶稣仍然不信 仍然在怀疑的人 又或者我们已经全然相信 愿意跟随 但我们却信一半 做一半 总是 听我们想听的 做我们想做的 其他却忽略 就帮助我们 透过今天再次来读到马太福音 28章16到20节的经文 让我们心配提醒 凡主耶稣所吩咐的 我们 能够教训人遵守 而且是我们先来遵行 求是您帮助 向你千万起手 祷告 是奉主耶稣基督名求 阿们